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息一出瞬间引起网友的热议 很多网友表示 女人怀孕不是很正常吗 不会怀孕才奇怪呢 随后赵丽颖的工作室就出面做出了回应 声称 这只是一个谣言 赵丽颖评宫另有原因 8月2月赵丽颖曾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出这样一则消息 萌中写道 不知道说啥了 我们给大家皮个茶吧 然后配上两张宠物购批刹 和自己批刹的照片 而这则消息却被很多网友当作是回应怀孕调言的消息 却惨糟打脸 营宝这一举动完全不能证明没有怀孕 也有可能是为了宝宝的健康而运动 随后第一狗仔主委 也在朋友圈 来了一则爆炸新闻 声称 赵丽颖怀孕应该却有其事 已有三个月大 本人已从多出知习该消息 那么问题来了 孩子他爸究竟是谁呢 有人说是至否至否 因是绿肥红瘦的男主冯绍峰 冯绍峰和赵丽颖两人殷气深情 但是也没有实证证明此事的准确性 面对赵丽颖怀孕这事 大家又是怎么看待呢 孩子他爹真的是冯绍峰 我感觉是假消息